在很沮喪的時候 有一個客人走進來 哇 竟然是Chef Boundry 他就問我說 你覺得店裡有什麼 要推薦我吃的 你都上 我都吃 我就覺得他很挺我們這種 剛創業的年輕人 我覺得他的世界啊 真的是料理還有廚房 他可以為了就是研究一道菜啊 然後真的就是不吃不喝 其實像我們的菜功能 煎得這麼的有厚度的 真的是需要開始吃它的功力 每週六日晚間八點 台灣擺胃 我今天做到了 這次 時間到 它可以做到